在湖外为了免去牛死去的痛苦,他们就发明了人性化的杀牛电机棒,通过高压电流电机牛的脑袋,以最快的速度来结束牛的生命,同时也提高了涂彩的效率。 首先人们将牛赶进固定的通道,然后再把牛牢牢的固定住,当工人拿着电机棒在牛头上一个脑巴崩,牛瞬间就没了知觉,无痛苦的死去。